经我鉴定 男朋友的异性好兄弟是个汉子表无疑 第一次见面就对我表言表语 好笑 论泡茶 我自认还没碰见过对手 既然他主动找虐 那我就陪他玩玩 一次次被打脸 他不但没收敛 后来做的事简直震碎我的三观 一 周末 我和男朋友方野去参加他兄弟的生日宴 刚进包厢 一块蛋糕猛地朝我脸上砸来 我第一时间偏头躲开 可发丝还是沾上了不少奶油 严希 没事吧 方野连忙拿出纸巾替我擦拭 我乖巧的一动不动 眼睛却看向前方 这块奶油蛋糕明显直奔我的面门而来 要是被砸中了 我精心化的妆和身上穿的裙子都会被毁掉 这么一来 这个生日宴我也不用参加了 我倒是要看看 是谁这么想让我出球 抬眼望去 就见一个短发女生举着一块蛋糕 笑嘻嘻地凑了过来 平心而论 他长得不错 皮肤白 五官立体 眼神灵动 给人一种狡黠的感觉 他一上来就勾住了方野的肩 语气格外熟忍 乖儿子总算来了 爸爸等你待半天了 说说看 你怎么补偿我 他半点没有要主动跟我打招呼的意思 好像我是个不相干的外人 话里话外都在暗示自己和方野很熟 他这是 想从心里上把我孤立出局 方野一把甩开他的胳膊 嫌弃地说 我补偿你的锤子 周琳琳 你的操汉能不能干点好事 看 把我家宝贝的头发都给弄乱了 周琳琳一脸笑嘻嘻 完全不在意 他用胳膊肘一捅方野 咋地 有了媳妇忘了爹 方野没理他 而是温声细语地给我介绍起来 这是我哥们周琳琳 又白了他一眼 说赶紧给西西道歉 周琳琳择了一声 翻了他白眼 一脸嫌弃 妹子就是麻烦 这么点小事就要道歉来道歉去的 也太玩不起了 没劲 说完 他转身就想走 有意思 我这是碰到传说中的汉子表了 既然他主动找虐 那我干脆就陪他玩玩 我假装吃惊 凑到方野耳边轻声问 他在泰国做了手术吗 好成功哦 完全看不出来以前是男的 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够周琳琳听清 啊 方野一愣 周琳琳也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 侧头看向我 我假装毫无所觉 又悄悄说 不过仔细看 还是有痕迹的 他的胸部比普通女生都要平 长相也偏男性化 总而言之 他好勇敢哦 我真佩服 听完我的话 方野直接笑喷了 没有没有 他本来就是女的 没变性 哈哈哈哈 周琳琳脸色铁青 看向我的眼神闪过一抹寒意 却又被他及时隐藏 呀 说我误会了 我窘迫地吐了吐舌头 娇嗔的一锤方野 都怪你 打我给误导了 琳琳姐不会生我的气吧 我需要道歉吗 方野含笑说 道什么歉 不用 他本来就是男人妥 我们平时吐槽他都习惯了 哦 我微笑看向周琳琳 眼神是只有女生 才懂得暗流汹涌 这一波扯平了 周琳琳的眼底 闪过一丝不甘 他凑身过来 用肩膀一撞方野 撞似熟忍 实则心机地说 乖儿子 这妹子娇里娇气的 你以后可有的苦头吃了 不过 既然已经把人得骗到手了 那再苦再累 你也得给我挺着 要是敢对妹子不好 爸爸第一个饶不了你 方野正要习惯性地跟他拌嘴 我一咬唇 萌萌的抬眸看向方野 说道 我是不是真的太娇气了呀 明明才刚吃完点心没多久的 怎么又饿了 这一招百事百灵 直接转移了她的注意力 宝贝才不娇气 她笑着在我脸颊上落下一吻 走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说完 牵了我的手 直接离开 我冲周琳琳甜甜一笑 琳琳姐 失陪了 眼中挑衅意味十足 这回 你该清楚谁才是外人了吧 周琳琳站在原地 目不作声 只是脸上的表情格外冰冷 啊 吃过几块小零食后 方野领着我去见她的那群好哥们 还没走近 启红声就响彻了整个包间 哇 方野 有你的呀 难怪藏地这么深 原来女朋友这么漂亮 嫂子嫂子 给我也介绍对象吧 我要求不高 跟你差不多的就行 我可去你的 要介绍也是先给我介绍 我笑着一一应成 行啊 没问题 下次聚会 我把我的室友们喊上 他们可都是单身的大美女哦 这话一出 一群单身汉们猛地爆发出狼嚎一样的叫声 一言没定 我看聚会就定在下周末吧 嫂子人美心善 简直是我等单身狗的福音啊 也割好福气 包厢里的气氛瞬间达到了高潮 方野看向我 脸上是止不住的虫腻 我轻轻靠在她的肩上 笑得一脸甜蜜 眼角余光却注意到 站在角落里的周琳琳表情十分不善 喂 我说你们够了哈 周琳琳双手还胸 翻了一个大白眼 看大家的视线都聚集到了她的身上 脸色这才好了几分 她意味不明地笑腻了我一眼 朝着几个男生调侃道 现在的小女生表面上温柔清纯 背地里玩得不知道有多话 你们这群直男 小心被人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周琳琳这话实在难听 非但不尊重我 还凭空内涵了我的室友 我很明白她的心思 从前 她是方野这群兄弟圈里唯一的女生 享受了不少的特殊待遇 自然无法忍受自己失去这一地位 只是 她怕是不了解我 我这个人恩怨分明 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 人回我一宿 我夺人三抖 敢跟我玩阴阳 我就让她看看什么叫杀人猪心 我咬了咬唇 眉心微微皱起 假装轻声 实际上 用周围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同样是女生 怎么林林姐会对女孩子 有这么大的误解啊 我身边的女孩子们 都是又努力又真诚的呀 当即就有人笑了起来 周琳琳算什么女生 不是我吹 我穿上裙子都比她像女人 哈哈哈哈 周琳琳的腿毛都快比我粗了 她要是光腿穿裙子 我晚上都得做噩梦 被一群好兄弟 当着外人的面这么调侃 饶是周琳琳的心态再好 这会儿也气得脸色铁青 陆寻 你PM有病吧 说谁有腿毛 陆寻一愣 她不过是开了一句 平时常开的玩笑而已 不明白周琳琳突然发了哪门子邪火 场面一度尴尬 不过 周琳琳到底是有点道行在的 她很快反应了过来 笑嘻嘻地扑向陆寻 勾着她的脖子说 下次爸爸一定穿裙子 让你看看我的腿毛有多飘逸 陆寻嫌弃的一把推开她 滚滚滚 谁要看 哦 嫌弃虽嫌弃 可她却是笑着的 明显已经被捋顺了毛 没一会 几人又重新打得闹闹了起来 不得不说 周琳琳有点东西 她看似没心没肺 大大咧咧 实际上做的每一步 都在不着痕迹地迎合几个男生 在这个群体里 倒是很能提供情绪价值 只不过 她不该惹我的 论泡茶 她不是我的对手 三 离开席还有一段时间 有人建议先玩一会儿游戏 周琳琳瞥我一眼 那就玩真心话大冒险吧 妹子敢不敢 我无所谓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赞同 气氛热闹 十来个人围坐一圈 中间的圆桌上放了一个玻璃瓶 一人转动瓶子 瓶下后 瓶口对准了谁 谁就要选是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完了几回 我注意到周琳琳一直关注着瓶子转动的规律 再次轮到她转瓶子的时候 她轻轻一拨 瓶口悬了180度 直直对准了我 哈哈 周琳琳拍手大笑 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我略意沉吟 真心话 听我这么说 她的笑容更深了 眼底流露出深深的恶意 你跟前男友是什么时候分手的 呵 这问题还真心急 答案并不重要 离间我和方野才是她的目的 毕竟前男友的存在 对于现男友来说 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隔影 方野的眉头瞬间皱了起来 训斥周琳琳道 你提的这是什么问题 不是说好不涉及隐私的吗 换一个 周琳琳故作夸张的瞪了她一眼 一脸无语 前男友而已 又不是奸情 游戏嘛 玩的就是刺激 妹子别是玩不起了吧 我故意皱眉 平顿了几秒 见我是这样的反应 周琳琳反倒一正 她不动声色的催道 不就是跟前男友的那点破事吗 有什么不好说的 你这么藏里噎着 是没把我们当自己人吗 我咬了咬唇 做出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 周琳琳更兴奋了 好像确定了我上一段恋情 有猫腻一样 她不断催促 哎呦 妹子 大家都等着呢 爽快点行不行 快说 要是敢撒谎 自己的行为已经赤裸裸 打了方野的脸 气氛诡异到 连最迟钝的男生 都觉得她的做法很不合适 而随着她一句句 咄咄逼人的问话 方野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 看向她的眼神 不自觉地带上了审视 这正是我想要的 这次 我要给这个汉子表 一个沉痛的教训 看气氛烘托得差不多了 我轻轻一笑 说上周 方野听到我的话 原本一愣 等反应过来后 却笑了起来 她正要说话 可周琳琳比她更快 周琳琳眼睛爆亮 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好像扒到了什么 不得了的大瓜 你跟方野谈恋爱三个月 但是上周才跟前男友分手 你脚踩两条船 同时跟两个男人谈 牛逼啊你 哈哈哈哈 她的反应 和我预料中的一模一样 她太兴奋 太得意了 估计完全没想到 我会自爆丑闻 可她忘了自己的身份 是方野的好兄弟 兄弟倍率 你的第一反应却是高兴 抱歉 再好的感情 也经不起这样赤裸裸的嘲讽 四 果然 方野被她整懵了 等反应过来后 就是满脸的恼怒 周琳琳 你发什么疯 周琳琳却完全没该到她的意思 反而一脸激动 大儿子 她把你绿了 马伦分手吧 这窝囊气你忍得了 爸爸我可忍不了 方野气笑了 审视的盯着她 我被绿 你很高兴 哈哈 她有些尴尬 生硬的打了个哈哈 没有啊 怎么会 我笑盈盈盈的站了起来 啰啰大方的解释 上周我和方野闹过一次分手 所以我说的前男友指的就是方野了 周琳琳一愣 显然有些错愕 我转向她 露出一抹恰到好处的讽刺 琳琳姐 我只谈过一次恋爱 所以没有前男友 听到这个答案 是不是很失望呀 她瞬间听懂了我的一语双关 忍不住把手里的杯子 狠狠往桌上一甩 你耍我 故意挖坑等我跳是吧 她的反应正中我的下怀 我假装吓了一跳 眼眶瞬间染上水雾 她的男生也看不下去了 纷纷围上来劝周琳琳别闹了 玩个游戏而已 这么叫真干什么 再说了 严戏又没撒谎 你发这么大的火是闹哪样 不劝不要紧 这一劝可捅了马蜂窝 周琳琳作为这群人里唯一的女生 享受的从来都是公主一样的待遇 这让她满是优越 她表面上大大咧咧 性格好爽 实际上把每个男生都当成了自己的备胎 充满战有欲 我的出现 刺激到了她最敏感的神情 她开始不依不挠 我闹 我闹什么了 真心话大冒险 玩的就是坦诚 她呢 耍小聪明斗鸡灵 哦 就准她玩心机 还不准我说几句了 方也低声警告 别没完没了 我忙拉了拉她的衣袖 示意她别生气 然后一脸真诚的看向周琳琳 琳琳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是不是我今天没能出丑 让你觉得不痛快了 可今天是潘子哥的生日 就算你对我再不满 也不该在这个场合闹啊 看似让步 实则已退为进 直接点出她的不怀好意 周琳琳被点破内心的小九九 气得失了理智 伸手就想打我 我让你胡说八道 方也猛地站了起来 一把挥开周琳琳的手 她眉头领得很紧 轻轻都抱出来了 声音里带着克制 够了 今天是潘子的生日 我给她面子不跟你动手 可你要是再发疯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周琳琳眼眶通红 可到底是冷静了一些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见没有任何一个人 站在她这一边 不得不选择了妥协 搞半天还成我的错了 多不欢迎我是吧 那我走 她的话里 带了一丝丝的委屈和撒娇 谁都听得出这是气话 是在等着方也 给她递台阶下 可方也却偏偏没有让步 而是冷冷地说 要走请便 周琳琳瞬间脸色苍白 潘子作为组局者 这时候不得不出来打人场 好了好了 大家都是兄弟 给我一个面子 今天的事 就算是接过去了 来来来 主桌上菜了 大家先吃饭先吃饭 有了台阶 她扭扭捏捏地留了下来 只是大家都不是傻子 经过这一闹 她欺负我的印象 已经深入人心 宴会的后半段 不仅仅是方也 就连其他几个男孩子 也都隐隐地护着我 任凭她怎么耍宝和纠缠 也没让她再靠近我半点 这场名争暗斗 周琳琳输得彻彻底底 五 生日聚会结束后 方也开车送我回家 没想到车子刚起步 周琳琳就冲了出来 直直地拦在了车前 方也一个猛杀 闲闲的没撞到人 她气得破口大骂 周琳琳 你PMB找死是不是 周琳琳渲然欲气 你还肯跟我说话呀 我还以为你再也不要 我这个兄弟了 猛的 我心里井灵大作 不要命又会演 倒是小看着汉子表的断位了 车里 我看不清方也脸上的表情 车外 几个男生看到这边的情况 连忙赶了过来 七嘴八舌的劝 周琳琳快让开 你拦着野哥的车干什么 野哥就是一时生气 不会跟你叫真的 你赶紧让开 来来来 我送你回去吧 可任凭其他人怎么拉 怎么劝 她就是一动不动 表情堪称悲壮 搞得跟眼泡沫剧似的 这一刻 我突然很想知道 方野会怎么选择 是心软 像周琳琳妥协 还是坚定不移的 站在我这一边 虽然她各方面的条件 都堪称完美 而我也确实很喜欢她 可在感情里 我只喜欢被明目张胆的偏爱 如果她拖拖拉拉拎不清 那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毕竟我不想谈个恋爱 还玩公斗的那一套 累不累啊 我看向方野 只见她打开了 驾驶座的照明灯 松开了安全带 就在我以为她要下车的时候 她俯身朝我靠了过来 灼热的气息拂过耳畔 想亲你 我脸刷得爆红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伸手就要推她 却被她一把握在掌心 嘻嘻 她的声音带着沉沉的雌性 在我耳边低难 接吻的时候要专心 一吻闭 从缺氧的状态里回过神时 路边那几只单身狗 疯狂呐喊也隔绿狗 激动得好像过年 而周玲玲早不知道 什么时候被人给拉走了 方野声音沉哑 好甜 脸再度爆红 快走 在我的铁拳攻势下 方野终于慢悠悠地 启动了车子 回去后 方野就把周玲玲 给拉黑了 连聚会也不再邀请她 所以 我有挺长一段时间 没再听到她的消息 一度以为她 已经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 没想到 她只是在折服 而我完全低估了 她的胜负欲 再次见到她 是在陆寻组织的 情人岛周末游上 周玲玲变化很大 她接了长发 穿了一条运动风的 Polo山连衣裙 化了素颜妆 直接从一个偏中性的假小子 一跃成了青春挂的小美女 哥们圈的这些人 简直惊掉了下巴 哇靠 你是周玲玲 我没看错吧 简直大便活人啊 周玲玲显然很满意 他们的反应 一把勾住离 她最近的男生的肩 动作幅度大到 几乎把她的脑袋 扣到自己胸前 笑嘻嘻地说 两个月没见 认不出爸爸了 说完 她一眼锁定了我 笑容里带着挑衅 好久不见 看来 她对自己的回归很有自信 我微笑着恩了一声 似笑非笑地 看向被勾住肩膀的男生 男生名叫宋雨宁 她急急忙忙 挣脱周玲玲 眼神慌乱 喂喂 有点分寸好不好 我有女朋友了 六 宋雨宁的女朋友 正是我的室友李玲 周玲玲不在的日子里 我带着室友 和方野的兄弟们 聚过几次 宋雨宁对李玲一见钟情 追求了两个月 终于抱得美人归 听到宋雨宁的话 周玲玲先是一愣 随即扯开一抹笑 行啊宋雨宁 动作够快的 女朋友长得怎么样 带来给爸爸看看 她很漂亮 提到心上人 宋雨宁耳根泛红 她去买水了 待会就回来 看到她这副情根深重的样子 周玲玲脸上的笑意顿了顿 宋雨宁却丝毕毕未觉 又继续道 不光我 陆寻也脱单了 这小子暗恋人家女孩子三年 前两天终于男人了一回 表白了 没想到对方也暗恋她 甜酷啊 我俩脱单成功 所以祖局情人导周末游 打算好好虐虐你们这群单身狗 这下 周玲玲脸上的笑彻底挂不住了 我看得实在有趣 瞬间 get到了她的心态 方野家是最好 和周玲玲是发小 宋雨宁是这群人里唯一的学霸 人品 脾气都不错 陆寻为人大方 和周玲玲最完的来 平时AA制的聚会上 常常直接帮她付钱 这三个人 原本是她身边最优质的潜力股 可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三人全都名草有主 这让周玲玲怎么受得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 重重一拍宋雨宁的胳膊 一脸恨铁不成钢 你个大老爷们 怎么这么扭扭捏捏 好兄弟之间搂个肩怎么了 这都怕女朋友误会 那也太没意思了吧 以后还怎么玩 说完白了我一眼 阴阳怪掉 我知道你们女生心眼都小 不过我警告你 要是赶在背后 添油加醋告黑状 影响我兄弟的终身幸福 小新我翻脸不认人 好家伙 两个月没见 周玲玲的嘴皮子溜了不少 恶心是她做 黑锅甩给我 可真有她的 宋雨宁直觉这话不对 可她是个直男 听不出那倒打一耙 货水东引的调调 只是急忙替我解释 别乱说 阎西不是那种人 小新也哥听见萧你 正当我想 要怎么反击 才能让男生们 都看清汉子茶的本质时 芳野来了 她先是帮我 把一缕不听话的长发 别到耳后 然后把拧开瓶盖的 矿泉水递给我 看我喝了一口 这才慢悠悠的开口 张嘴闭嘴你们女生 怎么两个月没见 周玲玲你变姓了 漂亮 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对人的本事都比别人高 周玲玲脸色僵了僵 半赏 才半委屈半撒娇的开口 这么久都没联系我 还以为你连我的名字都忘了呢 芳野捏了捏我的手 没理她 周玲玲完全无视了芳野的冷淡 喜滋滋的跳到她面前 转了一个圈 歪着头甜甜一笑 两个月没见 有没有看出我哪里不一样啊 随着她的跳动 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水味淡淡飘出 平心而论 平好闻的 周玲玲仿佛也在暗暗期待芳野的反应 芳野皱了皱眉 像赶苍蝇一样在鼻尖挥了挥 什么味 这么骚 气 我差点笑喷 忍了又忍 才勉强维持住淑女的人设 周玲玲狠狠瞪了我一眼 委屈巴巴的 对方也说道 我喷了点室友的香水 也不是我主动要的 是我室友说喷香水可以驱闻 呵 这鬼话 鬼才信 周玲玲还想再说些什么 这时 恰巧陆荀和她的女朋友谢韵 牵着手走了过来 陆荀心情极好 哟 大伙都在呢 聊什么这么热闹 听见她的声音 周玲玲立马笑嘻嘻的凑了过去 一把抓住她的衣袖 就跟没看见她身边的女孩子一样 自顾自的说道 陆荀 上次我答应过你要穿裙子给你看的 怎么样 我今天穿了 惊不惊喜 这艘操作 茶气冲天啊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陆荀脸上的表情绝对是受了惊吓 跟喜字毫不沾边 这一秒 她应该很后悔把周玲玲给喊了来 结果就是 谢韵没有误解什么 反倒是陆荀慌得要命 絮絮叨叨的跟女朋友解释了半天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耽误了终身幸福 一点玩的兴致都没有 直到谢韵给了她轻轻的一个吻 这家伙才终于焕发新生 重新精神抖擞了起来 这一天 我们在岛上又是钓鱼 又是烧烤 玩得特别尽兴 哦 除了周玲玲 她老喜欢往我们这几对情侣身边凑 被恩爱秀了一脸 一天下来 吃了满满一肚子的狗粮和嫌气 脸臭的活像谁欠了她八百万 晚上 一行人住进了一早就订好的民宿 房间一共有三个 女生一间 男生两间 都是上下铺的布局 洗漱完 我正打算护肤 却发现了不对劲 我化妆包里的东西 好像被人给翻过了 我之所以敢这么确定 是因为我对这些瓶瓶罐罐 有着独特的摆放习惯 绝对不会出错 可是 水乳和精华的位置被对掉了 会是谁干的 我悚然一惊 下意识看向周玲玲 却发现她嘴角犯着可疑的笑 正盯着往脸上涂乳液的谢韵 谢韵 我几乎下意识的站了起来 三两步走到她身边说道 你的肤质真好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护肤品呀 谢韵听见我的话 手上的动作一顿 笑了笑说 雅家的 说完 顺手就把正在用的精华液递给了我 我接过瓶子 对着光线自自细细的检查了一圈 却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不对 已经躺下的李玲朝我笑了笑 说道 细细快睡吧 明天还要爬山摘果子呢 得养精蓄锐才行 美容的事儿等我们回去以后 再一起研究 我又盯着手里的瓶子看了两眼 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不得不放弃 只能点了点头 说道 好 我这就睡了 我心里隔应 不敢再用化妆包里的东西 草草收拾了一下桌子 就直接上床 虽然怀疑周玲玲动了我的护肤品 可我没有证据 更何况 就算她动过这些东西 也可能只是好奇之下 拿出来看过而已 虽然没经过别人的同意 就擅自翻东西 很没品 可要真拿这种事出来说 又显得我太小题大做 郁闷的想着想着 我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天气很好 一行人像山坡上的果园进发 可刚刚爬到半山腰 就出事了 爸 我的天哪 你们俩这脸是怎么回事 好恐怖 说话的是周玲玲 她瞪圆了眼 手指着谢运和李玲的方向 一脸见了鬼 大家闻声看去 只见他们俩的脸又红又肿 还长了不少类似疹子的东西 这一刻我又回又溃 周玲玲果然在护肤品里动了手脚 李玲和谢运慌了 连忙拿出手机来看脸 周玲玲看热闹 不嫌是大 还在一边嘖嘖点评 娘们就是麻烦 我说咱们下次 还是直接约兄弟举吧 谁也别带女朋友 我忍住骂人的冲动 赶紧拉着两人去洗脸 幸亏这次出来完 我在包里放了几只 治疗过敏的药膏 药膏涂上后 不出十分钟 两人脸上的红肿 就慢慢消退了下去 我没犹豫 直接把心里的怀疑告诉了他们 周玲玲可能在我们的化妆品里 动过手脚 李玲性格火爆 知道真相后 已经忍不住想动手了 我赶紧把人拉住 咱们现在没有证据 贸贸然动手的话 有理都变没理了 那怎么办 难道就白白吃这亏了 李玲咬牙切齿地问 那当然不行 我沉思一顺 在他们的耳边 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听完 两人眼睛爆亮 连连点头 这个主意好 这次一定扒了那汉子表的皮 看他以后还怎么装 回到队伍里后 我们故意当着周玲玲的面 开始聊天 谢韵清了清嗓子说道 好奇怪 我从来不会过敏的 是不是化妆品出了问题 周玲玲下意识竖起耳朵偷听 我故意提高了声量 我姐就是做化学物质检测的 等回去后 把你们的化妆品 都拿去检测一下 有没有问题 半天就能出结果 周玲玲的眼神变了变 立马凑了过来 检测 没必要吧 瞎花那个钱干什么 我看你们就是紫外线过敏 要么就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李玲忍不住吃笑一声 意犹所指 说到过敏 我还听说过一个新闻 同寝室的女生 在另一个女生的化妆品里加料 导致那个女生烂脸 你们猜动手的人 最后怎么样啊 周玲玲脸色发白 怎么样 李玲冷冷一笑 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不但被学校开除 还进去踩了几个月的缝纫机 话音刚落 周玲玲腿脚一软 我心里暗爽无比 要的就是吓破你的胆 接下来的一路 周玲玲失魂落魄 还没爬到山腰 就借口自己肚子疼 要回民宿休息 我和李玲卸韵对视一眼 内心了然 那快回去吧 身体要紧 而等她走后 我们迅速把怀疑周玲玲下药的事 告诉了男生们 并决定抄小路回去抓包 毕竟是多年的朋友 不少人觉得不可置信 潘子眉心紧皱 喃喃道 周玲玲 她不喜欢跟女生玩 觉得女生事多 可她最多也就是说话难听了点 我不相信她会做下药这种事 另一名男生也附和道 没错 周玲玲平时大大咧咧惯了 跟个假小子一样 想不到毁容这样的独招的 一定是搞错了 方也淡淡瞥了她们一眼 冷冷的 会不会做 亲眼看看就知道 一路上大家心情各异 却都心照不宣的加快的脚步 就 脚程最快的是陆寻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我们其余人都进了路边的酒吧蹲着 由陆寻先回民宿 在隐蔽处加好手机 开启视频 几乎是在她做完一切 回到酒吧的一瞬间 周玲玲就出现在了画面里 我们下意识平住呼吸 静静地看她的动作 只见画面里的周玲玲 一脸气急败坏 完全没有肚子疼的样子 她一回房间猛地甩上房门 狠狠往门上踢了一脚 然后静止走到我的床前 一把扯下我床上的抱枕 扔在地上拼命地踩 边踩边骂 见人 见人 这一幕已经让不少人变了脸色 而更觉得还在后面 周玲玲直接用沾满泥土的鞋子 踩着下铺谢韵的床 回到自己上铺的床上后 在包里翻了翻 掏出一个小瓷瓶 看到瓷瓶的瞬间 她脸上满是狠毒 查我 让我踩缝纫机 我让你们全身发烂 看你们怎么查 说完 她猛地跳下床 揭开小瓷瓶的盖子 先在谢韵的床上撒了撒 看到这一幕 谢韵直接尖叫了出来 而接下来 周玲玲又在李玲和我的床上 重复撒药 她重点关注了我的床铺 边撒边笑 见人 我让你全身溃烂 看方也还要不要你 看来恨我恨得不行 咔嚓一声 我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才发现 原来是以背的一脚 被方也给掰断了 那可是木质的 没功夫惊讶 李玲的一声 哦 直接把我的视线引回了视频 下面的这一幕 简直让我万分恶心 只见周玲玲呸呸呸地 往我们自带的保温湖里 狂吐口水 或许还觉得不过瘾 她竟然又挖了驼鼻屎丢进去 边摇边骂 见人就该吃屎 我继续做偶 真没想到 她竟然能下座到这种程度 要是没看到这个视频 晚了一天后 我一定会直接喝湖里的水 那样的话 喝到的就是她的口水和鼻屎 太恶心了 太恶心了 不能细想 我真怕自己会吐出来 我恨得咬牙切齿 环视一圈才发现 其他人也跟我一样 有震惊的 有恶心的 唯一相同的是 每个人的三观都被震碎了 大概是终于把心理的恶气给出完了 周玲玲开始寻思 该怎么处理罪证 只见她把化妆品搜罗到一起后 一个个打开盖子 能倒的倒 能砸的砸 不削片刻 房间里已是一片狼藉 处理完化妆品 她爬回床上 用毛巾包着手 开始翻我们的包 视频里 一样样贵重物品 被她塞进一个黑色垃圾袋 我那价值七千多的笔记本电脑 则因为体积过大 垃圾袋里装不下 被她狠狠摔到了地上 那电脑是我爸送给我的大学礼物 看到这一幕 我心疼得要命 恨不得冲进屏幕里甩她几巴掌 直到半小时后 她终于把一切能霍霍的都霍霍玩 伪造了一个 她自认为完美的被盗现场 这才把一垃圾袋的脏物 装进背包 然后出了房门 看完这些 所有人都沉默了 直到十几分钟后 方野的电话响了起来 接通后 里面传来周玲玲焦急的声音 不好了 我们房间遭贼了 十 方野足足沉默了几秒 才冷冷回到 那个贼就是你吧 面对面对质的时候 一开始 周玲玲咬死不承认 连哭怠骂的说 我们污蔑她 直到方野拿出录好的视频给她看 周玲玲的眼泪 就那么滑稽的挂在了脸上 我们没有客气 直接就报了警 然后把视频挂在了校园网 以及私人账号 视频一经发出 点击量疯涨 周玲玲就此出名 一时间 几乎所有人都在热意汉子表 评论区更是把她骂得狗血淋头 因为这件事的社会影响太过恶劣 学校迅速给她下达了一个开除的处分 这之后 周玲玲彻底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 直到三年后 在我和方野的订婚宴上 我才又一次从其他人的嘴里 听到了关于她的消息 被学校开除后 周玲玲辍学打工 却依旧不改汉子表的本性 她改名换姓 又做了几次医美 很快在一家网红公司站稳脚跟 要是她从此不再作妖 日子总不会差到哪里去 没想到她老毛病发作 总打着兄弟的名义跟同事玩暧昧 这其中就包括公司里年近40 有家有事的刘副总 谁知道刘副总的老婆不是个善茶 再一次深夜撩骚被抓包后 她直接喊上老姐妹 杀到了周玲玲租住的公寓 给她一顿拳打脚踢 把她刚做好的鼻子和下巴都给打歪了 据说周玲玲事后修复过好多次 却总也不成功 像是老天都要惩罚她一样 她从此只能顶着一张扭曲的脸生活 毁容后 好兄弟们跑的一个不胜 父母也觉得丢人 再没管过她 后来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总之 我和方野 以及兄弟圈的那群男生们 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